我们在讲主要就是讲解下 MySocket的一个分区 首先我们考虑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一个分区 这里面采用的一个分区的话 主要就是要处理我们当这个数据量比较大的时候 这个数据量比较大 通常指的是我们这个数据库表里面的这个数据 那么它有百万级或者说千万级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这一张表 那么这个数据量有这样大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会把这张表的这个数据划分到几张表当中存储 这个就有点类似于如果我们一本书的这个内容太多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会分几本书来去写这样的一个东西 当我们把这个表分散在几张表当中存储之后 那我们这个查询的时候呢 也可以得到很大的优化 当我们用一个一个ware的一个语句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可能会涉及到某一个分区 或者说多个分区 这样找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找其他剩余的这样的一个分区 而这是我们关于我们为什么会采用分区这样的概念 第二个就是要了解一下关于我们MySorfer是否支持分区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进入到我们MySorfer一个连接客户端来 这里面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个MySorfer是否支持分区的话 我们首先我们采用我们这个变量 那么这个变量当中有一个passer 当我们这里面这个passer这个值 它为yes的时候 那么就说明我们这一个MySorfer它是支持分区的 如果不支持分区的话 那么它的一个值就是一个low 首先我们要了解MySorfer是否支持分区 咱们再看一下关于我们MySorfer一个分区 它的一个分区类型 那么这个分区类型呢主要有这样的几个分区 一个是runge分区 neas分区 hash分区和case分区 后面hash分区和case分区呢有点类似 runge分区呢和neas分区呢也相当于是类似的 首先我们来看关于runge分区 runge分区的话 它实际上是我们在开发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分区 那首先我们来看 我们首先创现这一张表 这个表主要的一个字段 有一个ID就是一个编号 它是一个员工的一个表 那么员工信息表里面 它有一个first name和last name 还有一个受批日期 还有一个解雇日期 以及它这个工作编号 还有一个它这个所属的这个商店的一个编号 那如果我们现在创建在这个分区 我们先创建在这个分区 我们创建分区的时候 它这个语法可以在我们创建表的时候 就把这个分区给创建好 这里面有一个runge分区 所谓的runge分区 它是按照我们的某一个列 在一定范围值当中 那么进入一个分区 比如我们这里面 我们的一个分区 比如说这个分区叫P0的一个分区 那么这个P0的分区 它的一个分区的一个依据就是 如果我的一个商店编号 它的一个编号值是小于6的 那么这个小于6就包括12345 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的话 它是属于P0分区的 属于P1分区的 那么就是我们从这个编号 从6开始 6 7 8 9 10 只要是小于11的 那么它是属于我们P1分区 如果是P2分区的话 那么就是从11到15 那么属于P3分区的话 那么就属于我们的一个16到20 那如果是高于21的 或者说高于20的这个商店编号的话 那么这个数据插进去的时候就会报错 首先呢 我们来创建一下这样的一个分区 我们先可以把这个东西先放在一个 收购档去执行 那我们可以 比如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数据团 比如我们这个叫test pash 我们创建这样的一个数据团 好 创建这个数据团之后 然后我们user test pash 那这里面我们在创建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故意在这里面去给它加一个primary key 我们加上一个primary key 我们看一下它会报一个什么错 我们把这个id设为它的一个组件 我们现在来创建这样的分区 把这个分区给它copy下 这个分区这个语法 它这里面使用了一个list run list run的话就是说 如果我们这个商店编号是小于6的 那么它实际上是属于我们这一个 属于我们P0这个分区 如果说是商店编号是在6到10之间的 那么它是属于我们的一个p1分区 后面的话就是一式内推 我们先把这个表我们先来创建一下 我们看一下它会报一个什么错 然后我们执行一下 那么在执行的时候 它这里面就会提示有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就告诉你 我们的一个组件 必须包含在我们这个分区的一个信息表里面 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个id既然是组件 那么这个id这个组件的话就应该包含在我们这个run 级分区的这个这段列里面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调整一下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组件给它删掉 我们不要这个组件 我们不要这个组件的时候 我们再创建一下 首先给它执行一下 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插入条数据 那我们现在插入条数据的时候 然后我们从比如我们插入一新色进去 我们插入的是emprey13表里面这个数据 然后这里面我们只插入一个比如id 然后我们插flame 然后lame 还有一个我们只插这几个jobcode 还有一个storeid Values 第一个我们插1 然后是a 好 然后我们插入的员工编号 就是它的工作编号是1001 那这个storeid 如果我们现在插入的是 110 如果我们现在插入这个 它的一个商店的一个编号的话 是110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 这条数据 它应该是属于我们的一个p1分区的 我们先执行一下 那如果我们现在插入的时候 比如我们现在插入的时候 比如我们现在插入的时候 values 比如我们2 然后我们再插入的是 c ct 然后是1001 然后如果我们现在 这个数据为21的时候 这个为21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个storeid 在p3这个分区当中 它是小于21的 如果现在我们插入的是21的话 我们看一下 现在就已经报错了 它就告诉你 我们这个分区里面 在我们创建这个分区里面 实际上是容不下这个21的 因为21的这个编号 它是比我们这个最大的这个分区 p3这个分区里面的 这个商店编号的一个21指 因为我们这个p3的这个分区 它这个商店编号的话 必须是小于21的 小于21的话 那么它才能够存到我们p3分区里面 那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操作 这个时候我们先可以先把这个表 我们先给删掉删掉 删掉之后我们再重新再创建一下 删掉之后我们来看 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去操作它 我们看这个 当我们的一个商店编号 它如果说是比我们这里面这个最大值 比如说这里面这个最大值是16 如果大于16或者说是等于16的话 这个时候它是属于我们p3分区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值 把这个 改成一个max value 这个max value的话 它就告诉你 有可能最大的这个值 那么是存在这个p3分区里面的 我们把这个先重新再创建一下 这里面创建好之后 我们再把之前这条语句 给它复制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即便是 重新来插入条 insert into 我们的一个ampli这张表 然后我们插一个id 然后是lname fname lname 还有一个 我们的一个joble code 然后是store id 然后values 然后我们这里面插入比如说是1 然后是abc 然后我们再插入它一个1001 那么这里面如果我们这个商店编号 这个商店编号如果是大于16的 或者说我们就是大于16 大于16的话 这个时候 这条数据 它就会存在p3分区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执行一下 那这里面这条数据都已经存储了 那即使比这个16还大的 那么或者说是我们25 即便你是25 它也会存在这个p3分区里面 这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range的一个分区 这个range分区的话 它这个语义法就是一个passing by 然后有一个range 然后这里面就有一个storeid storeid的话 它就告诉你 我们是按照哪一列来进的一个分区 这个哪一个列的话 比如这里面这个列 如果你这一个storeid不是组件列的话 那么其他列 也不能给它设为一个组件列 因为我们这个组件列必须包含在我们这个分区的这个列当中 它这个语义法就是一个passing 然后我们的一个分区这个名称 比如这里面是一个p0的一个分区 那么这个名称就叫p0 然后values就是这个列 它的一个值是 历史上就是说小于6 小于6的话 只要你的这个storeid 这一个值是小6的 那么它都会给你存在p0分区当中 同样的如果说你的一个storeid 它的一个值是小于11的话 那么它会存在p1分区当中 如果是小于16的 那么它会存在p2分区当中 一旦大于16 那么它就会存在这个p3分区当中 这就是它的一个语法 这是我们对于分区的一个理解 这个分区的话 就是一个range的一个分区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想看我们这个分区 到底有哪些分区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sharkle的table 然后我们这里面是mplus 去看一下 这里面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这里面实际上 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分区了 这个分区它就会在这儿显示出来 这里面就是我们这个创建这个分区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sharkle 然后我们那个表0 在那个命令去查看我们当前 对于我们这张表所创建的一个分区的一个信息 好总结一下我们这讲的一个小节 我们这讲的话实际上主要就是讲解了一个什么是分区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分区的话 它实际上是将一张表划分到几张表当中去存储 然后我们给这些表称之为一个小的一个分区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要查看我们的mysharkle是否支持分区 支持分区的话 那我们是通过这个命令就是我们的一个sharkle variables 我们去查看一个parsher的一个变量 如果这个变量它的一个输出值为yes的话 就表示我们mysharkle是支持分区的 而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分区的一个类型 这个分区类型呢我们主要就是讲解了关于软件的一个分区 那么这个软件分区的话它属于一个 给定的一个连续区间的这个值也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比如说我们这一个连续的一个区间值 我们可以尝试去做一下 比如说我们给这个hair就是它的一个收听日期 我们可以让它比如说是小于19多少年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属于哪一个分区 大于多少年的我们 或说是小于某一个年份的 我们给它属于一个分区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根据某一列去给它做一个分区 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如果说我们在我们的一个分区表当中有组件 就是在我们这一个表当中有组件的话 那么这个组件一定包含在我们这个range分区的一个列当中 就是我们刚才所讲解的时候 我们故意去给它做了一个组件 然后我们操作的时候是报错 这就是我们这讲所讲的主要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